中美尖交30年以来向台湾受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政府 美国至今也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台湾的承诺 中国方面对此的抗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美之间的这个难题在1978年也曾经困扰着那个时候的中美领导人 甚至成为了决定两国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 双方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冲破谈判中的一个个难题 最终达成建交的呢 中国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最终同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让步的呢 但是邓小平同志他的说法他的主意就是建交公报 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 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建交以后我们两个再谈 在那天晚上十二月十五号晚上呢 张悟军副部长他是主管者的 他在那天晚上十二月十五号晚上呢 他外文很好英文特别好 他就说小师你别回家了 就在办公室待着 果不其然 十二月十五号的那晚上十二点多钟了 张悟军部长还没睡 他也是在办公室里面过了一夜的 突然打了电话来 他小师啊你下来一下 你这有个词还要商量一下到底怎么翻啊 他呢从一开始从那个 涮海公报的时候 他就用的acknowledge 中文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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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半总统电话来 要我立刻赶到他的家里 就是所谓的七海关底 七海关底里面的 这个值班的医生 医官 由医生叫醒了他来开门 把我从侧门进去 在床头有我 把金谷先生请起来 这个是从来以前没有过的事情 金谷先生就问我什么事 我说美国大使紧急请见 他说什么事 我说他没讲 但是我说我曾经问他 是不是那个事情会发生 因为大概在1977年7月 就是一年半不到以前 他就嘱咐我 他说我看美国的问题很严重 你要替我准备不同的状况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1912年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 美国就在台湾设定了领事馆 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失败 转往台湾后 美国也一直保持着 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些外交动作 让台湾是如坐针毡 他们清楚历史性的变革 已经是不可逆转 这些外交动作 2014年快乐 2014年大家 problems 把达到 感想 这次 少匿 百分之 这是 positioned 我们 然后前线做记录 到了以后 安克茨也很简单 先有一个 Jimmy Carter给 蒋总统的personal message 就是告诉他 我不得不做这个事情 但是对于你们的福祉 对于你们的安定 和平繁荣 我还是关心的 所以对于你们的安全 我一定保护 对于你们的军售 我一定持续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文件 就是给若干的保证 第二个文件 就是公报 第三个文件就是 建交公报 第三个文件 是美国政府对外的声明 对于美国 跟我们台湾这种长期 中华民国的关系 然后毫无预警的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表示的 非常的 这个失望 跟不满 他还有一句重要的话 现在到我正式宣布 还有七个小时 你绝对不能够偷出 露出一点风声来 因为他特别说了 当时只有卡特总统 晓得这个事情 范锡国务卿晓得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他国家安全顾问 布利尹斯基 晓得这个事情 蒋经国先生对这一点 这是他当场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案 不做不出这个案来的 他当场反应 气得不得了 他说你这样子 等于是我已经死了 你还要在背后同个道子 我警告你 我绝不能照你的意思 七个小时以后再 我立刻就让川普 你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到 你感觉不能够 好 我说我 这种情色 就是 我们 你 我 都 的 读 这种情形 现在 好 我 这种情形 的 读 我 那拔 经过一定供应自己 所有的一切 和同胞们共玩来 等生死 来克服最后这个难怪 报纸上我记得是从16号开始 我放了好像是16号 12月16号 那个从开始报纸报道 学生就开始发动了 就开始动了 动的话呢 情绪到那天基本 中美建交30年以来 向台湾受伍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两国政府 美国至今也不愿意放弃 他们对台湾的承诺 中国方面对此的抗议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美之间的这个难题 在1978年也曾经困扰着 那个时候的中美领导人 甚至成为了决定两国 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 双方当时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 去冲破谈判中的一个个难题 最终达成建交的呢 中国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最终同意在这个问题上面 让步的呢 但是邓小平同志他的主意就是 建交公报照样发表 我们照样要建交 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建交以后我们两个再谈 在那天晚上12月15号晚上呢 张文靖副部长他是主管者 他外文很好 英文特别好 他就说小师你不要回家了 就在办公室里待着 将其的仪式 由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 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 场面冷落 中美建交三十年以来 向台湾受伍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两国政府 美国至今也不愿意放弃 他们对台湾的承诺 中国方面对此的抗议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美之间的这个难题 在1978年也曾经困扰着 那个时候的中美领导人 甚至成为了决定两国 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 双方当时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 去冲破谈判中的一个个难题 最终达成建交的呢 中国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最终同意 在这个问题上面 让步的呢 但是邓小平同志他的主意就是 建交公报照样发表 我们照样要建交 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建交以后我们两个再谈 在那天晚上12月15号晚上呢 张文京副部长 他是主管者 他外文很好 英文特别好 他就说小师你别回家了 就在办公室里待着 果不其然 12月15号的那晚上 12点多钟了 张文京部长还没睡 他也是在办公室里面过了一夜的 突然打了电话来 他说小师啊 你下来一下 这有个厂还要商量一下 到底怎么翻啊 他呢 从一开始 上海公报的时候 他就用了acknowledge 后来呢 他在中美建交公报里面 他也要用acknowledge 那么在 上海公报里面 他讲的是 认识到 台湾海峡两岸的 中国人的立场 就acknowledge the position 当时还加一个position 那么在建交公报里面 他比那个要稍微直接一点 他就acknowledge that 过各半 而在他离世后不久 中苏之间 原本已经陷入兵变的关系 开始出现了转机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72年一个人访问中国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动作 那个之后呢 西方国家都跟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 实际上是毛泽东 去世了以后 对于我们两个国家 就可以说是很大的障碍 就去消了 可是还过一个时期 才这个过程开始真正的 开始真正的互相 找互相了解的方法的道路 三个老人相继去世之后 双方都想抓住这个机会 来改善两个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试探的过程 1979年12月27日 苏联已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推翻阿民政权为由 入侵阿富汗 这个事件又跟苏联入侵捷克一样 它对中国又是很大的事 阿富汗就在中国旁边 就在新疆的旁边 那么而且在60年代开始 苏联就一直在这个中亚地区 比方说在1960年 曾经策动了大批的新疆的 这个哈萨克人逃到苏联去 那你一入侵阿富汗 如果而且阿富汗后来 就被苏联全部占领了 那对中国又是一个威胁 对不对 因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小平同志讲的 所以你要把三大障碍消除 改善关系要有条件 你威胁我的因素在 那我就很难改善关系 但是双方的尝试 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中断 说到葬礼 因为当时的这个80年代 苏联的葬礼又特别多 不说特别多的话 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 他就有一次 这是很罕见的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接二连三都是 因为绝对病人嘛 1984年2月9日 安德罗伯夫于莫斯科病逝 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月 接任的切尔年科 一年之后 也在任上病逝 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 参加他们两人的葬礼 我记得是切尔年科 那么当时中国政府派出去调研的 不是党 是政府代表团 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是李鹏 李鹏当时我记得是副总理 那么李鹏副总理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 多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副总理 到苏联去 他不是访问 他是去参加一个调研 但是在那次看来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中苏他在比较高的层级 副总理这一个层级 利用一些这样的 就是本来不是外交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形式 双方就开始结束了 包括邓小平也是下了决心 还是要跟苏联 关系要完全的正常化 邓小平向苏联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 并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可是苏联自己也 并不愿意在 在阿фган 因为苏联人民 觉得多数以为是 苏联盘主阿фган 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好根据的一个人 因为应该是一个 中世纪的一个社会 苏联的军队 不应该在阿фган 咱阿фга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苏联军队从 离开了阿吴汗 苏联领导人跟蒙古领导人 交谈了 是不是中国要禁锢 不禁锢蒙古 这好像不会禁锢 所以也决定是 把苏联军队从蒙古 收起来 中方就履行了城路 就中苏 就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两党 对吧 中共和苏共 一个是中国和苏联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全面正常化 1986年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 作为新任苏共总书记 参加了苏联共产党 第27届全会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 向他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这是表现 首先是中国方面提出邀请 并且这一表现 我们是了解到了 东方的一些礼貌 邓小平是老人家 老革命家 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是表示他 我们给戈尔巴乔夫 写了一些材料 参考材料 中国现在情况怎么样 邓小平到底是什么人 因为我们跟他讲 你在中国的礼貌上 你是比较年纪人 你断掉老人家 断掉人家 你不客气了 你是不严厉的 所以你还是要听 后来是说 那戈尔巴乔这样做 就是他们说话很成功的 盖尔巴乔来的时候 对小平的表现是很清空的 是这样的 邓小平也说了很多 他不喜欢的话 还是盖尔巴乔表现了耐心 他对老人家听了好 他听了以后再哭的 我不管他这个人历史功果如何 就这个行为来讲来以后 表现的还是比尊敬 对小平的尊敬 邓小平说了很多话 当然黔巴乔夫有对这些话 我们有些看法是 我们可以征误的 就是很小平的观念 可是跟实际的情况 不是每个called话 是有明确的关系 这是他的主管的一点 可是黔巴乔夫耐心地 听了以后说是 从大的目击之法 就是要改善我们的关系 当然他不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 我们也不要他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谈判 我们也没有这样 我们也很尊重熟练的 所以谈判还比较勇强 后来他跟赵紫阳见面过 赵紫阳给他说 你跟邓小平见面了 就是我们的党的关系也正常出发 那么到八九年五月份 这个成功的标志 小平同志讲的八个字 接受过去 开局未来 使得连国关系正常化 而是连党关系 也有所从事的维护 中美建交三十年以来 向台湾受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政府 美国至今也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台湾的承诺 中国方面对此的抗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美之间的这个难题 在1978年也曾经困扰着那个时候的中美领导人 甚至成为了决定两国是否能够建交的关系 双方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去冲破谈判中的一个个难题 最终达成建交的呢 中国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最终同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让步的呢 但是邓小平同志他的主意就是 建交公报照样发表 我们照样要建交 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建交以后我们两个再谈 而是有一个设计的设计 和让某些问题 成功的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